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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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紫山醇的發現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故事 就是說 早期他們是一個 美國那個癌症中醫他們在研發 有些希望能夠找一些藥妄植物 是一些植物生物裡面 找到一些抗癌症的藥物類 那有一些植物學家 在那個 美國的一些原始生裡面 發現那個太平洋紫山 他們去取樣 他泡回來做化驗隊 那慢慢在那個素品裡面提煉出 紫山醇這個藥物隊 後來發現說他有很好的一些 抑制癌症的一個作用隊 才發現這個藥物 那早期就是說 他們事實上在1967年 事實上被 美國藥物人就剛提過 就是說從素品裡面發援這個 就是太平洋紫山的一個素品面隊 他有一個有效的指紫山醇 叫TASSO 他能夠抑制癌細胞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這個 紫山醇藥物的一個研發 這是太平洋紅豆山 就是我們講的 這是一個紫山醇 他從太平洋紅豆山 他早期提煉是從素品裡面提煉出來 因為早期提煉的方法 並不是很影響 需要很多的一個素品 才提煉出非常微小的一個劑量 那變成說他們早期就需要說 好像吸引掉好幾百顆 好幾千顆的樹木 才能提煉微量的一個壓物 對 這我們目前講的就是太平洋紫山醇 他本身來講就是說 他抑制細胞分裂 複製染色體 那是兩個紫細胞的微小管 他覺得他是抑制微小管 讓細胞分裂無法完整 他是讓微小管穩定 無法進步到下一步 事實上他療效是非常不錯 根據這些早期 一些治療、化療、沒有效的病人隊 使用這個紫山醇 還是能夠有效反應 所以被認為說是個有效的藥物隊 那這次早期就是叫 Tasso 就是太平洋的 就是太平洋紫山醇 就是這個Tasso的藥物 他早期事實上是從素品去提煉 因為早期提煉方法不是很好 就是你要提煉 就是兩顆的Petase 可能就是要兩到三顆 那種就是五六十年長的那種大樹隊 樹皮才能提煉的樣子 如果說你要提煉一公斤的Petase隊 你可能要砍就是兩千到四千顆的樹木 才可能提煉到這麼多的一個藥物 所以說他早期是非常昂貴的一個藥物 那後來就是一些臨床一些化學家 他們去發明一些方法 就是從那個樹皮裡面 可以去發現他有些半合成的一個方式 他在一些中間產物 然後經過一些半合成的一些步驟 把它提煉成紫山醇 那早期就是說 他們用那個樹葉的方法 他們是在一個叫 歐洲紫山的一個葉子的時候 他們就是葉子裡面去提煉出來的 就是說用這種方法提煉出來的 有一些藥物叫歐洲紫山醇 不過目前來講 其實太平洋紫山醇也是用提煉的方法 其實不需要用樹皮去提煉 他們就發現說 其實紫山醇裡面的葉子裡面 都產生有一些 這種10DAB的一些周圍產物 經過合成的方法 就可以把它提煉成紫山醇 可以大量的把那個成本降低了 所以目前來講 這是歐洲紅豆山 就是說這個歐洲紅豆山裡面 因為它裡面的葉子 富含10DAB 所以他用它這種半合成的方式 把它合成一個紫山醇 因為它從歐洲紅豆山提煉出來 所以它命名叫歐洲紫山 跟太降紫山是兩種區隔 再也是因為很多不同藥廠 去開發的原因 作為市場的區隔 那這是我們目前講的 歐洲紫山醇 它是由歐洲紫山提煉出來的 也是用半合成 意思如果講中文的話 可能講比較 就是克萊義的藥物 目前來講 大部分的紫山醇 其實都是屬於那種 回程的方式 那一般來講 因為我們剛剛有跟大家提過 這種紫山醇 它是抑制在一起 我身體分裂的那個尾管 它是把尾小管把它穩定 讓那個細胞分裂無法完成 所以讓癌細胞可以停留在 G2M這個face裡面 產生一些抑制 然後產生細胞凋養死也損壞了 然後再放太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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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